牵插一定要学会的几个小技巧 学会了那么您就是牵插高手了 随便插随便活 不是一个难事 牵插的枝条爽折 牵插的枝条是必须一个爽折 一个很好的枝条 太老的枝条不适合进行牵插 太嫩的枝条也不适合 那什么样的枝条适合我们进行牵插 比如我这盆茶花 当我们这个茶花花败以后 大概一个月之后 像这种枝条我们就可以拿去牵插了 这种枝条由于它枝条已经半目之跨了 尤其是这种枝条看到没有 这种枝条已经半目之跨了 是特别容易生根的 另外太老的枝条是很难生根的 太嫩的枝条容易枯萎 所以像这样的枝条 开花以后一个月的枝条 是最适合拿来牵插 剪下来的枝条不要太着急进行牵插 我们要做的第一个事情 就是给剪下来的枝条进行合理的补水 充足的水分是枝条牵插成功的 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有朋友问我牵插最重要是什么 我告诉你不是什么生根粉 也不是什么杀菌剂 当然不是说这两个不好 而是给它补水 充足的水分 您会发现即使我们不用生根粉 不用生根剂 在一个好的环境之下 枝条也是可以成果的 第四个生根粉生根叶 其实我们养花种果树 如果用生根粉 或者生根剂是最好的 因为这个是刺激我们的植物细胞进行分裂 那如果家里我们没有这个生根剂 我们用什么呢 其实第一 您可以在外面弄一些柳树枝 柳树枝里面有水洋酸 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生根剂 另外呢 我们在家里的剩的药 RCP里面也含有大量的水洋酸 也是可以刺激生根的 如果你实在不想用 那么铃就弄点 把杀菌剂 当然实在都没有铃就弄点米醋 米醋也可以刺激生根的 杀菌剂我们牵插的时候 经常可能会用到 尤其是一些枝条 没有长出很好的玉核组织的时候 会用到杀菌剂 如果有条件 家里可以准备一些多菌磷 或者是二媒磷 等等这些专业的杀菌剂 如果都不想用 就用点米酒 2%的米酒浓度 其实喷到我们的植物上面 都能起到不错的杀菌效果 而且米醋里面 含有很多的营养成分 甚至可以刺激我们的植物生根 所以我在家 偶尔会用点米醋 代替多菌生根粉 或者是多菌磷使用的 土壤 现在土壤之前 特意拍了一期视频 就告诉大家 一定要用这种 连性很重的土壤 千万不要直接用什么 那个椰康啊 等等那些 那些也可以 但是呢 我觉得没有这个来的成本 更加低 用比较连的土壤 红土或者是黄土 往里面加点松树皮 这就是很好的土壤了 有条件呢 往里面加点滋石 那么这个土壤 千叉就很容易成火 而且呢 成火之后呢 移栽的缓疗也比较简单 这样就把这整个土壤呢 跟我们的枝条呢 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这样的枝条是很容易成火 第七点 浇水一定要浇透 任何的千叉都是要求这个 因为水分 以及湿度的管理 对枝条的成火 影响比较大 要我一般情况 我是先把土弄得很湿 把那个土壤来变成 类似一个半壶状 这样的土壤 我再次拿去扦插 我就不担心 我们的土壤里面 保水不行 千万不要把那些 刚刚配好的土壤 干巴巴的土壤 直接拿去扦插 因为 无论你是用什么材料 都会发现 那枝条特别难以成火的 大家看一下 我这笔记条 是怎么去保水的 擦到土里面之后呢 我是放到一个泡沫箱里面 这个泡沫箱是不打孔的 下面不打孔 但是我在整个泡沫箱底下呢 我是垫了一层纸皮 这就是我们快递的纸皮 这纸皮拥有不错的吸水能力 把它放在下面呢 它会循环的 不断的把这个水分呢 可以供应上来 但是这个纸皮又拥有 比较不错的保水能力 所以这个水分呢 会让整个这个泡沫箱里面的空间 保持一个很好的湿度 这样子就不担心 我们的植物会 枝条会出现缺水的问题了 天插好的枝条尽量不要晒太阳 把它放在比较通风阴凉的地方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在上面盖一些帆布 如果你那个泡沫箱里面 放了纸皮 有吸水的材料 您可以在上面呢 不放那个薄膜 但是如果下面没有那个吸水的材料 您是打算在底下放一层水 那么您需要盖一层薄膜 像我这样子呢 我是直接放在比较阴凉的位置 可以记住通风是很关键的一个事情 如果你那里不通风 那么您要隔三五天就把这些枝条拿出来吹吹风 9点 像如果您在家的冬天扁插或者夏天扁插的时候 大家要记住任何的枝条 它想要它生根以及发芽 最佳的那个生根温度应该在30度附近 如果超过35度呢 我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把它搬到室内去 因为呢这样子呢可以少点细菌的问题 低于15度以下呢 扦插也可以出问题 所以呢15度以下的枝条也可以搬到室内去 保持上的9点呢 就是我扦插总结的一些小经验小技巧 不一定完全对啊 某部分的情况呢 可能有说有些需要调整 比如说 接下来的过段时间 我会准备好几期专门的某种植物的牵扎 比如茶花的牵扎 百香果的牵扎 在续近 好了 今天都说到这里 我是佛沙花 拜拜